不是你有病吧 祝上天 我问你结婚 咱还结不结了 我告诉你 我跟谁结也不能跟你结 我都过来找你 给你台阶下了 你差不多都行了啊 我差不多行了 我又没有跟他们讲讲 你那家的干了都什么事啊 男生先冷静冷静 大家还是好好聊一下吧 能说出为什么不想结婚了吗 六十万 汤家过要才也要六十万 你告诉我这回怎么结 六十万多吗 你犯得着这样吗 多吗 你以为钱都是大风刮来了呀 你知道这六十万 我和我爸妈合起伙 了多少年才能挣出来呀 费劲这是你们家自己的事 我们家那边彩礼都是这个价 我有什么办法啊 你这是要和我结婚吗 你这是来我家抢劫来了 你满大街打听打听 有几个人能给你拿出 彩礼六十万的 那你就把你爸妈那套房子 卖了凑呗 反正他们岁数也大了 在哪住不一样啊 不是陈子婷你说这是人话吗 你让他们把房子 卖了去睡大街啊 本来就是啊 买个房子没起我名就算了 我现在要个彩礼 都这么费劲 你没家就把我当回事了吗 那房子是我爸妈老两口 辛苦半辈子给我买的 凭什么写你名啊 我妈说了 女孩子必须得有套 写自己名的房子 不然结婚了也没有什么用 又是你妈 咱们两个结婚 你妈都提800个要求了 还告诉我有孩子的 得随你家境 那怎么了 我人都给你了 孩子随我姓怎么了 那你就找一个 孩子能随你姓的 老子不称号了 行 孩子可以随你姓 彩礼我再给你捡到30万 这回行了吧 30万 你就是捡到30块 我也不可能跟你结婚 就冲你对我家人那个态度 你也不配借我家门 我怎么你家里人了 你来我家吃饭 你对我妈称呼都没有 就知道喂喂喂 吃两口饭就把筷子 往桌上一瓶 你跟谁俩料理 不好吃就是不好吃 我还非得咽下去吗 还有 我妈说了 不给你家里点下马威 我到你家肯定得受媳妇 你还要不要点脸了 我在旁边真是听明白了 你们一家要饭的 要出优越感了是吧 真的我老公好气愤 什么你老公啊 他是我男朋友 够了啊 咱们两个早分手了 我女朋友在这儿 分手那段时间 是她每天在小炼宇 给我语音视频不断安慰 还约我一起出去吃饭散鲜 像你这种贪得无厌 厚言无耻的人 不配做我女朋友 打断一下各位 哎兄弟 你说的那个小炼宇靠谱 你放心 小炼宇上都是真诚交友 渴望爱情的单身骨子 我跟我女朋友 就是上线匹配的 你要是单身的话 就去下一个 祝你找到一个 像我女朋友这么好的 朱小天 我跟你分手 我是让你冷静冷静 不是让你找新女朋友的 你真觉得离开你就不行了 谁给你的自信呢 我告诉你 就你不尊重我家人这件事 我永远都不能原谅你 不是我 就这样吧 以后必须来找我 可惜事情都没有如不 如同变形的你怎会在乎我 为何